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开始前,用041 先帮整幅画打底色 打圈上色 讓你們看看我們今天會畫的畫 你會看到我今天畫的畫和羊有關 而這幅畫的靈感是來自日本的零食 你們可以看看圖片 有一個粉紅色的背景 兩隻很可愛的小羊 這是一個日本零食 我參考了封面去構思我們今天的畫作 如果大家看了可以的話 我們先準備一張廢紙 這張廢紙是畫的羊 首先大家要看看羊會墊的大小 你會看到這幅畫 這隻羊會在右下角的位置 墊的範圍大概有半張畫紙的高度 以及超過半張畫紙的寬度 我們可以先畫那隻羊 之前我們先畫一個橢圓形 這個橢圓形其實就是那隻羊的尺寸 你畫大了那隻羊就會大隻一點 如果你畫小了那隻羊都會小粒一點 如果你畫了一個大的桌圓形之後 我們在這個桌圓形中間 再畫一個小的桌圓形 這個是它的面珠燈來的 可以畫好一點點 你依然覺得一種很奇怪的樣子 我們是綿羊 綿羊的外圍就是很多不同的曲線包圍著它 這個一樣 這個橢圓形其實就是給大家定位一個底的形狀 你們就在這個桌圓形上面 去畫一些大大小小不同的曲線 這個就是綿羊的身 要OK的話 其實這個圓本身桌圓形的位置 其實可以拆掉它 你現在不拆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剪的時候 就不要撈亂了 看哪一條要剪的線 接著我們會畫它的耳朵 它的耳朵 首先是這邊有耳朵 你們可以先畫一個半圓出來 然後這個位置 畫了半圓之後 你擦一擦裡面的線 因為我怕你跟著畫的時候會拌亂 你這樣畫了半圓之後 這裡 這條曲線轉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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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螺旋形一樣 然後這裡畫微微的曲線 這樣跟它做一個連接 這邊一樣 我們先畫一個半圓 然後這裡是一個螺旋形 捲進去 還有它的耳朵 剛才是一個角 耳朵這裡有一隻 這邊也會有一隻 手仔一樣 它在棉花裡面 騰出一個手仔 一個長方形就可以了 這裡一樣 一個長方形就可以了 好 繼續 我們先畫面的細節 首先它的頭髮 我們都是畫幾條曲線 原本這個線可以拆掉 然後這裡一樣 但因為我不想大家會拌亂 哪些線打哪些線 所以大家跟我的步驟 我說剪哪裏 你們就剪哪裏 首先我們一開始要剪 你就是整個外線剪出來 整個外線剪出來 你別管裡面的線 我們就要整個棉花 刀手 耳朵 整個外線剪下來 如果剪了外線下來 是這樣的 其他位置不要剪著 等一下我說要剪的位置 大家一起跟著剪 我現在要用這個框 留意的就是 如果你剛才剪的時候 如果框真的有爛 麻煩可能用膠紙補一補 或者如果真的爛得很緊 其實可能要重新再剪 因為這兩塊東西 都是需要用得著的 拿回你們的畫紙 然後把綿樣放到 右下角的位置 放好之後 就用膠紙貼一貼 固定位置 因為綿樣是白色的 剛才我們打了黃色底 所以就 可能要麻煩大家 先刷一刷白 你們本身綿樣的框裡面 那個底色 這幅畫 其實最複雜的地方 就是畫這隻綿樣 你知道完成了這隻綿樣之後 其實其他部分就很容易了 首先我們拿這個001的白色 先幫綿樣打底色 先把它拆開 我們要幫綿羊在邊位加一些陰影 這些陰影我會用089的淺藍色去加 不會直接削到畫紙 而是先削到調色紙 那些陰影是怎樣上呢? 我大概畫給大家看看 綿羊的外線 我會上的位置大概是左邊 對 左邊下來 我畫了斜線 我會看到全部都是半圓的左邊上色 這裡一樣 左邊 這裡也是左邊 如果大家明白 我們就開始了 首先點一點手指 然後遮掃一遮位置 上一點點淺藍色 如果你問 哎呀 我剛才的手指眼多了粉 怎麼辦呢? 不要緊的 拿個化妝掃掃掃掃就可以了 留意這隻是腳來的 這個剛才說的耳朵 所以你不用特意上藍色的了 如果怕上完之後覺得深色 你拿另一隻乾淨的手指 擦一擦 其實顏色會變淺了 你會看到有一點點陰影 你會看到有一點陰影 那繼續我們拿回你們剛才的羊仔出來 這次我想請大家切這塊面的位置 這次我想請大家切這塊面的位置 留意這裡會有一點點棉花 頂住了頭 所以切的時候不是切圓形 而是切這條線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呢? 我拿一支針筆畫清楚要切的位置 針筆黑色框這個我們就是切這個 我待會兒會用這個羊去上色 所以即使這塊面切爛了也沒有問題 切完之後你會發現這個羊就剩下臉 你們可以把這個羊放進你們本身的框裏 然後可能用膠紙固定的位置 我們就拿這個028的淺粉紅色 我們就直接削粉在臉上 打圈上色 然後我們畫面珠燈的位置 你可以拿這個014的顏色 我們先把這個014 削在調色紙上 我們如果削好014之後 拿手指眼粉 我們就畫面珠燈 一個圓形就可以了 這邊一樣 一個圓形的面珠燈 然後把這個羊放進去 撥一撥粉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接下來又把綿羊削出來 我們要削一削 我們這次要削這隻手 和削走了這隻手 我們要幫上手上顏色 另外除了手之外 它的耳朵也是那個顏色的 我們先削這個吧 削這個先 好 等大家 削了出來之後 你會發覺是這樣的 手中間會刺掉 耳朵會刺掉 左邊的耳朵和手就會不見了 一樣你們可以把羊拍到剛才擺的位置 你看到刺掉的位置 其實是它身體的一部份 它的肉體 所以我們也是拿回這個028的淺粉紅色 028的淺粉紅色 在它的耳朵 在它的腳 另一隻腳 另一隻耳朵去削粉 然後我們就拿一手上顏色 削一削粉紅色 你會看到手腳出來了 接下來就是它這個角 我們也要削它出來 這個角我們要削什麼位置呢 我們要削這個尾框 這個尾框 這個尾框 和這個尾框 我用針筆畫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你要削的部分 就是這個角的尾框 你看到裡面的螺旋 其實不用管它 因為我們稍後會拿木顏色筆畫出來 麻煩大家自己削一削 削好了大概是這樣 你會看到它兩隻耳朵會不見了 我們會幫這個羊仔上顏色 麻煩大家又把這個圖片拍到圖案裡面 我們會幫這個羊仔的角上顏色 首先大家放好位置之後 就拿這個048的黃色 048的黃色 我們可以直接削粉到這些角 留意如果剛才你上淺藍色的時候 以為這個棉花上了陰影的話 你可以先塗一塗 因為我剛才上錯了 我現在補回048 然後就打圈上色 然後就拿這個037色 幫這個角做多一點變化 這個037色我們也是截至削粉 在這個左邊的角的下面的位置 以及在這個右邊的角 右邊的位置 我們做一點變化 你會看到又黃又橙 角好像很立體 這樣 當角都上了顏色 整幅的板形都可以拔出來 你會看到有個羊仔的形 可以先撥一撥粉 然後我們需要用到木顏色 麻煩大家可以拿出來 我們首先幫這個角畫一些線條 包括這兩隻角 線條怎麼畫呢 首先大家用這支橙色勾一條線 這樣 然後它有螺旋的位置開始 畫進去 看到嗎 然後我們畫它的紋 角的紋 這個一樣 我們先畫它的外線條 然後螺旋 然後畫一些角的紋 然後畫一些角的紋 這個就是角的圖案 接著我們會幫助毛貼雙仔 畫一些條紋 雙仔 描一些表面 所以你們要拿一條啡色出來 然後幫牠雙仔的把頭畫一條啡色的線條 可以用黑色的木顏色筆、針筆加表情 可以用針筆畫兩個咪咪眼 很開心的咪咪眼 鼻哥 鼻哥是U型 然後一個U、兩個U就是它的嘴巴 這是羊仔的表情 羊的部分大概是差不多 接下來我們要幫背景打個顏色 這個背景我們會用三種顏色 包括有028的粉紅色、淺的粉紅色 然後有014的粉紅色、137的深一點的粉紅色 即是淺中深粉紅色 一開始我們先拿這個粉紅色出來 我們就幫這個做一個打底 大家可以在畫的不同位置 去削這個粉紅色 這個淺的粉紅色 隨意就可以了 當你削好粉之後 確保我的手指乾淨 然後我們就打圈上顏色 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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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014的粉紅色 上顏色的方法 在不同的位置 削粉就可以了 隨意的 確保手指乾淨 打圈上色 下顏色 留意上色的時候 不要上羊身上 自己走一走的位置 014上之後 我們會上137色 137色是一個深一點的粉紅色 同樣地 大家可以削粉在畫紙上 隨意就可以了 用養顏色才可以放在盒子裡 然後畫均勻的部分 用刷膠直接刷就可以了 雲是沒有固定形狀的 也沒有固定位置給大家 大家可以隨意去刷雲出來 刷法是用硬刷膠 打圈的方式去刷下去就可以了 你看我也是這樣刷了雲出來 第二塊雲 第二塊雲 第三塊雲 視乎自己畫面 看看照片 出多少塊雲 在畫面上面 你看到我一張圓圖 會有兩個氣球 氣球一樣 畫氣球的部分 我們可以先拿一張廢紙出來 然後我們把這張紙對置 你看到這個是折位 然後 自己畫一些圓形 畫一些半圓 一大一小 兩個氣球 你畫好之後 就拿剪刀或剪刀出來 剪好之後是這樣的 攤開出來 你會看到兩個球體 一大一小 一樣 我們就可以放這個球體 在你們的畫裡面 固定了 這個是小的氣球 固定好之後 就拿刷膠擦白 然後上顏色 留意氣球 沒有規限上什麼顏色 大家可以隨意 拿兩種顏色 包括一個 深色 一個淺色 一個氣球兩種顏色 一個淺色 我現在就拿了黃色出來 然後我們要幫它打陰影 黃色的話 我就用黃色去配淺橙色 如果大家剛才有印象 那隻綿羊的陰影全部都是左邊 那我們氣球一樣 我們的陰影都會打在左邊 這個氣球就完成 可以拔一拔它 然後做一個清潔 第二個氣球一樣 放好位置之後 拿膠紙固定 拿膠紙固定 然後拿擦膠擦白 選擇兩種顏色 今次我這個氣球會用藍色為主 所以我會選擇這個090的藍色 和一個113的深藍色 你們可以選擇其他顏色 綠色、紅色 那些氣球都很漂亮 一樣 先上一種淺的藍色 上好之後 撥一撥粉 再上深藍色 深藍色一樣 陰影打在左邊 那些粉可以先削在左邊 然後呢 推些顏色出去 搞定了 就可以拔了那張的板形 木顏色可以了 我們就幫這個氣球加線 我用深啡色 然後我把這條線 連到綿羊的身上 很開心地帶著兩個氣球去出巡 最後呢 我幫這個畫面加一些波波 我用燒字板去加 拆一些波波去做一些圖案 除了拆波波之外 你們可以拆一些自己喜歡的圖案 例如我想拆一些星星、深深都沒問題 如果波波太小 你可以用拆膠筆去拆 因為拆波波都用一段時間 我就不拍全程給大家看 大家自己去拆這些波波 當你幫這幅畫加了效果之後 你見我加了一些波波 加了一個BlingBling 你們就可以在右下角寫你們的名字 而我這幅作品名字 就叫做羊羊棉花糖 希望大家看到它 都想起一個很好味又甜蜜蜜的棉花糖 我們畫完了 拜拜